欢迎收看大家 说看看这个立法院朝野协商 或者有人称为密室协商 非常的不透明 然后也不公开为人诟病已久 新任的立法院长苏嘉全 今天首度主持朝野协商 那么经过各党团讨论 将近有30分钟之后决定要开放 所以就有这个声音了 这个密室的门终于被打开了 各党团就达成了共识 说立法院将在2月19号开议 并且要邀请行政院长张善政来备巡 另外新的这个行政院长到底是谁呢 大家猜来猜去 有没有可能是前财政部长林全 但是林全却透露说 他对政治没有兴趣 而蔡总统的这个人事布局 也非常引人好奇 我们今天先介绍今天的与会的来宾 首先接到的是民进党立委张略婉坚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国民党内的改革派 五六七联盟发起人张思刚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接下来自知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陈青南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是网路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立法院长苏家全 今天上班的第一天 他头戴休闲帽 而且围了个围巾 还背了一个运动背包 这一身的打扮 跟以前的王金平不太一样 请看VCR 早早早 我们昨天晚上没有睡觉 头戴休闲帽围了围巾 还自己背了个大背包 您没看错 他就是新科立法院长苏家全 穿这么小鞋 不是啊 这个等一下一拿开就是西装嘛 当县长 当部长 还是一大早八点多就要到部会嘛 那只是环境换了立法院 那一切的状况都比较没有改变 是 就任第一天苏家全坦言心情轻松 但责任可是一点都不轻松 选前不断喊出的国会改革 选后得一一落实 公开透明就是第一步 苏家全特别把朝野协商 从院长会客室 换到了请愿接待室 难道意味要开放媒体旁听吗 其实我也蛮想跟他们讨论 未来的每一次学商 我们要怎么样来 把我们学商的过程 让他透明化 这个也要问他们的意见 大家要怎么样来做 才符合人民的想法 采访的话 其实今天也可以啦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啦 但是今天是讨论开议日 哪一天正式开议 强调协商透明是改革的第一步 而开放公民记者进到立法院采访 苏家全也积极推动 朝向开放公民记者 能够进来采访 我大概早上初步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议场 每一个会议室的空间的问题 那如果排挤到我们所有的记者 也不好 所以我们打算有几个方向再进行 推动国会改革苏家全有问必答 但传出蔡英文的核心幕僚林权 被点名会是蔡英文政府首任的行政院长 苏家全态度低调 这个尊重 这个是总统的权责 我们尊重总统的权责 葛贵人选苏家全不多谈 未来行政立法两院如何互动 也考验苏家全的政治智慧 对啊 这个密室协商为人诟病已久 今天这个密室的门打开 那明天之后呢 会不会就 你能关上就能打开嘛 那你现在打开以后是不是也会关上呢 那关上之后没有关系 苏院长说 不然就网路来直播 我们先请教委员 您是在台中在地非常资深的议员 现在您对这个密室的看法 你觉得这个 我想新国会大概就有新的气象 既然过去的协商被称为是 有密室协商之嫌 不管说他实质上是不是这样子 那现在既然已经新的这个院长已经宣誓了 苏家全已经在昨天的这个就职的记者会已经这样宣誓了 我想将来在协商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打开 把门打开 那至于形式上要怎么样子开放公民记者采访 空间要怎么处理 到底网路有没有直播的可能性 这个当然将来就是朝这个方向走 我们都乐于看到 其实以民进党现在来讲 现在有69位 党团有69位 69位其实党团的干部在协商的时候 内部的沟通也很重要 那如果说在整个协商的过程里面 跟其他的党派在协商的时候 他是一个透明开放的 那我们党团自己的成员也可以看到 那就比较不会对这个决策产生意见 那现在我们有将近70位 说实在这个在沟通上 我们有一个赖的群组 那可能大家也会讨论 所以我想将来既然新的国会 那你现在新的气象 那新的政治很显然 你就要去回应 你那个赖要不要公开一下 因为现在变成密室协商 变成赖的协商 赖的大家也看不到 那个赖是联络 就是说党团的成员 就是说他一协商结果 他就放进去让我们了解 那这个协商的过程是怎么讨论的 因为里面牵制到其他党派 那这个过程既然已经都打算要开放了 不管要用网路直播 或者说要用什么样的形式 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 那既然已经打开了 这个协商的门已经打开了 就是要让大家看 那宣誓要透明 我觉得大概就很难再关起来 是 蔡英文之说这个改革 改革然后再改革 那么苏家群也说从今以后 这个立法院没有黑箱了 也没有密室了 那么苏院长他也辞掉了这个党职 请教司刚 怎么这么简单呢 我觉得其实对于立法院来说 我觉得辞党职是个表面的事情 那特别是对于这个柯建民来说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院长 对他感觉上是个尊容 但对实质影响力来说 其实总招的实质影响力 还是高于院长之上 特别是苏家全 他是一个新的立法院院长 对于立法院里面 各个委员的人脉关系 每个委员的美感 其实谁最清楚 还是柯建民最清楚 然后再来你说辞去党职 那他跟蔡英文 在这个私底下见面的机会就没有 因为他不会参加党的会议 所以到时候会是由柯建民报告说 我们民进党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表现如何如何 那他不就被架空了 是啊 我会讲说其实实质上那个影响力 其实柯建民还是具有实质影响力 他还是真正的总招 而且永远的总招 而且立法院党团 特别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还是跟他掌握在他手里面 那我觉得另外一点 比较值得观察 就是柯建民跟王金平 现在角色互换 王金平现在没有所谓的 这个院长的职权身份在身上 但是国民党里面 还是王金平 他具有实质的影响力 我相信在这个党团运作之底下 甚至对于每个委员的了解程度来说 王金平应该是高于赖世宝 虽然赖世宝是大党别 这是你们五六七乐见的吗 对 我觉得 这个不是乐不乐见 还是看到立法院 会变出另外一个版本的 王科关系2.0版 是这样 就两边朝野立场互换之后 他们的协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才是下一场应该看得戏 你至于说打开密室协商 这些零零种种 我觉得都是个刑事主义 但你只要把它打开就打开 但重点还是 你各党团在做私底下一些法案交换 或法案协商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块 恐怕不是说把密室打开就打开了 是密室2.0了 至少他被打开 被打开就是被公民团体 包括公民团体 包括舆论 他是高度监督 那至少他的决策过程会很透明 大家当然可以批评 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不好的 那这过程是怎么样形成的 那大家有参与意见的人主张 这样主张 他就必须去承担那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势上也很重要 形势上不然的话 过去其实我想柯总在来讲说 哪有什么密室 我们在协调的时候 各党派都在 那为什么现在2016 1月16号选过后之后 新的国会产生了 为什么大家都以国会的改革这样议题 会非常重视 那当然是形势上你也必须开放 那是最基本的 这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开放 那是不是以后所有的法案 全部摊在阳光下 然后网络来个直播 现场开放采访 然后大家就不用瞧事情了 金兰姐干不这干单 我觉得这两个层面来看 我基本上是乐观启程 就对于今天看起来是乐观启程 那但是我今天也看到一个现象 看起来时代力量是那个 不想让人家觉得他是彻翼 那今天看起来是挑战民进党 至少从新闻 从话语权出来看到是 刚开始10点到10点45分 还要先关起门来说 要不要给媒体采访 还要先开一个密室协商 之前的密室协商 那结果10点45分开了以后 决定才给媒体采访 那我们看到这个议题的掌握 时代力量非常清楚 那所以徐永明认为这个是他要求打开的 看起来这个密室好像 全民赋予时代力量一种新的一个开始 一个新的转变 那他们也把自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公开透明当成自己的责任 所以也对于所谓的 这个立法院的开议时间也非常坚持 说2月15号中小学 国中小学那个寒假回家 到学校要开学 他也认为可能2月16号 后来折中一下本来是23号 折中一下2月19号 你都可以看到时代力量 在整个的进入立法院以后 它的积极程度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 在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台面下运作 我同时一方面觉得 刚刚讲的不可能 因为它有一些是台面上运作 有一些是台面下运作 那现在看起来 王金平在镇江路也弄了一个办公室 我曾经有一个采访经验 就是门一打开 才发现所有的记者都坐在 立法院长的办公室 那时候是最主要的媒体 几个大媒体 跑政治线的龙头 那大概里面讲一讲 第二天新闻大概就是怎么样出来 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到那个门 我现在讲这个原因 这个例子是不一定在立法院院长办公室 那他现在镇江路的办公室 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去 门一打开 哇怎么通通在里面 所以我要讲的是 他有没有可能从地上到地下的一个处理方式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复杂性的一个政治运作 那这个政治运作是不是原先本来在立法院里面 在立法院长办公室 那现在可能就在立法院外面 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看起来我必须说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那基本上可能最后还是得公开转播 也要全程录音录影采访 那总是进步的路不会一步到位 那必须要慢慢打开 那现在看起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气象 那我们也看到了 有原先的白色力量 对于今天看起来对洪慈雍也有不少意见 也就是说 今天有两篇报道 一篇报道说报名进入了立法院 因为当时的这个太阳花 很多人都进了立法院 那今天旁边 给那个洪慈雍力量的白色力量 也反过来监督 说你当初不是说应该要进国防委员会 国防外交委员会 那也产生了一定的监督的力量 就你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你的语意如何丰厚 那后面那个支撑你的力量 他今天也在监督 我觉得洪慈雍的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睁大眼睛来看 就原先卷起千堆血的这些 网络的这些民众 他也会随着议题 他不一定就是跟着某个人就进入哪里 还有时代力量自己 也赋予了自己很多的这个责任 原因是后面有一大群人 也是睁大的眼睛在看 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愿意给机会 但是我刚刚也提了 他可能不是在立法院里面 做很多的协商协调 那他从来都不缺 在这里面的政治运作 那他是不是走到地下 也就是说我们原先说的 王科体制 现在科王体制 他会不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形式在进行 这是大家要看的 是 学长你怎么看 就是说 这个开议跟小学生的开学 你赞成吗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所谓的协商 是不是真有道理 当你透明公开之后 别忘记 透明公开是不分对象 不分党派 不分力量的 所以当你在透明公开状态下 所有讲出来的话 都要检讨 没有说你是哪个力量 然后人家就支持你 百分之百支持你 不检讨 那坦白讲 今天时代力量所讲的原因 我是真不太理解 我难得少见的觉得 柯总招 柯建民讲的比较有道理 就是要让意识准备时间够 而不是要去迁就 这个国小开学 就是这个坦白讲 大家讲到话语权 那是 但我觉得话语权是一时的 别忘了政治是看长久 不是看一时 你想到讲话的机会 你想到让大家看到你的机会 那很好啊 可是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之后 是会让大家觉得你引领风骚 或者是让大家觉得 你每次的开放的协商里面 讲出来的话 是不是真有帮助 我觉得这就要进入检验了 甚至我再推得远一点 那刚因为原先我跟金兰杰 有相同的误解 所以我特别刚刚又上网查了一下 就是质疑那个洪池用 那个白色的力量 白色正义联盟 其实是原先是战略跟他对面的 那可能他们就提出来 对洪池用质疑 但反而他对洪池用这个质疑 是有道理的 虽然你看洪池用当时的政见 没有写到 我一定要进国防外交委员会 可是社会的期待 其实是当你言必提洪仲秋 当所有社会认为 我们投注在你身上的改革 是应该要解除国防部 让国防部的黑箱为众人所知的时候 你结果没有登记国防外交委员会 你去优先登记别的委员会的时候 我坦诚以我自己来讲 我真的觉得有落差 就那怎么搞的呢 我们一直以为你的形象是 这个社会付诸于你 25万30万人 白色的这个支持者上街头 希望揭开国防部 结果当大家把你拱进立院的时候 你去先登记环卫委员会 先登记教育文化委员会 这个我真不能理解 我觉得洪池用自己 甚至包含他背后的谋事 要好好思考一下 是不是该给社会做一个解释跟说明 但我最后稍稍补充一点 你知道开放是贪得无厌的 公开是没有界限的 也就是我是不是可以推到 那以后党团会议都要开放 以后我要知道 民党党团为什么做这决策 是不是让大家可以知道 我觉得这就值得讨论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开放原先 我们定义在说 好 朝野协商开放 但如果朝野协商 本来就不该存在呢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一路 推到下面去说 好 以前说议长王科体制 黑箱作业 那现在党团会议如果不开放 是不是也黑箱作业 我觉得在民主体制里面 这种开放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是不停地往下走的 那甚至我在推广 那以后是不是立法委员不得在外面 有封闭型的影验 否则我们就怀疑你黑箱交易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讨论 我不是说现在 我们一家伙要推到说 你们24小时都被跟拍 而是那我们的开放跟透明 界限要划在哪 是不是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很值得思考 是 这个民主法治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一个已经拥有69席的国会最大党 然后再加上时代力量 一共有74席 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再协商了吧 这个你就人数就过了 我想尊重少数也是必须去考虑的 也是一个民主 民主政治的一个文化 我想国会现在 因为这次进来的有46位左右 这是新人 那么整个国会的这个平均年龄都下降了 就是说 表示说这个整个新国会的运作 其实它是需要有一段时间 那当然苏嘉全新院长 他的宣誓是一个原则 就是说将来大概 我们新的国会要回应整个新政治的要求 我们大概采取什么样的原则 那现在被这个 被这个新的民意推进来的 很多这个过去没有经验的 都是新人 那他当然在国会的运作上 他也许这个很多技巧不是那么熟悉 那他但是经过我想 就是因为现在的国会 大家要求透明 那现在的监督的力量也很大 所以像我们自己都本身 就是我有五届的议员的基础 可是我进来立法院我也压力很大 我想就是因为这个民意 他高度期待说 新的国会要有一些作为 那该改革的要改革 该透明的要透明 该开放的要开放 那该还给人民的权利 你们要帮我们争回来 所以这个东西讲的就是 就是一个原则 一个方向 那进入国会之后要怎么运作 我们怎么去参加协商 然后协商的时候要怎么做 才不会被认为是密室协商 才不会认为是黑箱决策 跟过去一样 那是一个新政治氛围的一个展现 那我想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开始 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说很多国会的新的文化 他也是慢慢一点一滴 你是什么委员会 我现在当然我是我过去跟选民承诺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所以我就发现这次教育文化委员会相当多人 非常热门 我也不了解 但因为我过去在议会大概就是在这方面比较强 所以说我们也有媒体在问 所以使用到那个地方环卫去 你有失望吗 还是说你原本也期待他到这个国防外销 其实我想可能大家对尤其新人 对我是有议会经验 我想新人不见得对国会的运作会那么清楚 不过我想如果 他的理由好像是说就算他在别的委员会 他也可以关系 是吗 有差别 所以说我觉得此用可能在运作上还不是那么清楚 你如果不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比如说你到这个国防委员会 你可以发言 但你在做决议的时候你没有决议权 没有投票权 因为你只能说我去登记发言 我发言之后其实对于官员来说没有什么拘束力的 但是所以那个差别很大 而且第二个你如果在委员会里面时间比较久 你会有一个资深制 你都会对这里面的事物比较熟练 像之前的林玉坊他长期都在国防委员会 很多国防的事情 我觉得他比很多部长还了解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你说 当然是资深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但是我觉得专业这一块特别是重要 特别是现在选民对于每个委员的专业很在乎 那这是国会改革里面要谈到说委员会中心制 那很多我们过去的立法院委员会里面有时候 大家有点在后面就互相蹭经论两 互相让步 有些让步没有什么原则 那也不一定是专业的一些发言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我觉得与其开放是很重要 但是怎么样让委员会达成功能 我觉得对于实质意识的提升更有帮助 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这个专业万间委员提到一个美 就是新的国会改革其实是走委员会中心制 因为以前旧的国会大家一直讲说黑商协商是什么意思 好我委员会出来了 譬如说我是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提出来我过的预算 我曾经听过 我记得包含田秋勤委员都抱怨过 田秋勤当年好像是环卫委员会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省过了 我预算都省过了 结果进到大院的时候 大院大家一协商 好砍八折 那你看到贵啊 我每一页都看了 结果大院的委员会有别的来或是怎么样 最后就是密室 就是王柯协商一下 说好那这次 好那你八折 那这个就不尊重专业的委员会 我们这一次的国会改革 其实就是因为议长中立 所以你进到委员会出来 进到大院之后 几乎在我们的期待里面 或是大家的期待里面 是百分之百尊重你在专业委员会里面的财势分析 你的期待不代表他有专业 是是 但我们只能这样讲 就是这拖的改革 你期待洪石勇有这个专业 但他未必有这个专业 他未必对那个 不是委员会基本上 他经过比较深度专业的讨论 跟认真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可是如果有人有争议 送到这个院长室去做密室协商 那里面讲一讲 就把委员会里面的做的讨论 通通给否决 那这些委员 那我讲难听点 那不是跟空气一样吗 那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反 我们在讲的这个政治伦理 或是在这政治操作上面的专业 那这是长期来的一个处理 那你问每一个当国立法委员 都会去抱怨这件事情 那三个人在里面讲一讲 那就把这个打翻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努力了半天 搞了几个月 是不是搞什么的呢 所以他在这里面 有一个大家听起来觉得 那个普世价值 听起来应该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这个就是回到现在来讲 也就是说 洪世雍委员可能觉得 国防外交比较硬 那环境卫生那个看起来比较软 因为他在周边 可是你也不要忘记 这次林玉芳因为 有那个冤狱没有处理好 那个妈妈的军方里面 有那个冤死的妈妈在那里 使得林玉芳在这里面 也受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洪仲坤自己有那个 洪仲秋自己有那个 这样子的同样的一个遭遇 也就是那个期待 其实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你可不可以让 这个国防 这个军方里面 那种冤死的 比如说这次什么 什么那个 蔡妈妈呀 对对不是 那个巡防舰什么出去外面 拉法业舰 你会觉得无缘无故 怎么就出了个状况 那两个卫兵出去了 怎么找不到人 这个都会让大家觉得 不是好像海上各方面好好的吗 那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那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心 去帮这些人去或去调查真相 那大家就觉得说 那原先的期待会在这里面 失落落空 也就是说你不一定是那种 很高深的 比如说像罗智政委员 我们以前他也主持过节目 他是国际政治什么什么 有他的专业 那我刚刚讲的 这基本的调查 你就下去看 不是最近我们台湾整个来看 那个气候气象海象是好好 为什么一个拉法业舰 在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觉得 怎么会发生这个事 那是最基本 那你可不可以从这个最基本的 慢慢去研究 对于人权这件事 军中人权这件事情 你去做专研去做了解 不要把它想得太高原 就是说那好像很复杂 对不对 你基本的落实在军中人权这件事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这个期待在你身上 你如果在这里面没有办法符合期待 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当初好像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 那个诉求会让大家觉得 你在这里面打折扣 所以你要呼吁一下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譬如说我记得我十几年前 去选议员的时候 其实因为有很多教室界的朋友帮我 那后来遇到那个滑航空难 法律岛事件 那他们就过世了 当时那个是一个故事 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 我进入议会之后 你说我是新人 我会有什么专业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story 那个我可以让 张教委员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我就想说 我应该要帮教育界 帮这些老师 帮他们 我爸爸也是老师出身 那我就想我就去建立这个专业 所以我是不断的 而且那个专业的建立的过程 其实是很辛苦的 也许越专业的时候 我当媒体记者出身我也知道 他不见得听得懂 不见得这么会有被注意 所以他建立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我想 我觉得有四十几个 只会新的进来 我想他们还 我们现在还在选择 还要磨合 对我们现在还在 委员会都还没确定 大家只是在表态 就是说先登记 志愿要协调 所以我想这协调过程里面 也是会被说服的 假如说他一开始的思考 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那经过媒体这样的反应 我就说这一届的国会是不但透明 会被高度监督 所以我说我们 即使我们这些 一举一动你们都要特别小心 对在地方是有议会经验的 可是我们到了立法院来 我们是新生 我们其实也是被高度监督 那我跟我的选民交代说 我要进去教育文化委员会 我也是要努力去争取 虽然是热门 没有抽签抽不到 那就算了 那我们也是要培养其他的专业 是 我们来换个话题 昨天有蛮有趣的人事布局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 因为蔡英文她说 所以立法院的秘书长 现在不是贪污吗 被抓去关 那现在的这个前台联秘书长 林志佳就来接这个立法院的 秘书长这个职务 虽然我要先讲一下 这个事情我有点意见 因为苏嘉全院长说 这是柯建民推荐的人选 我们刚刚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 看起来柯建民的影响力还蛮大 因为苏嘉全是新任的院长 他必须学习 那看起来旁边有个导师 我们刚刚也在画面上看 跟进跟出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未来都是柯建民主导 那这个院长 我觉得就会变成空心院长 那我要讲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各评论媒体 可能政论节目也在讨论 为什么给林志佳 那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说服大家 为什么要给林志佳 他说他没有规划旁嘛 台联因为他是台联那台联看起来16年下来在这边解散了 必须要有一些这个照顾 那不能讲仇庸 必须要有这些照顾 因为过去一路上同样 如果是这个理由你接受吗 如果明讲的是这样子 我必须谈到的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在立法院的秘书长这个位置上 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那你觉得这个位置上你开出来的条件是什么 就像我们应征人一样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 那他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 那你不要跟我讲说 是因为要大联合政府 没有国家旁批等等等等 那你为什么不找其他党派 因为这个党派很多嘛 那颜色排起来也很多 那你为什么不找其他党派 那如果再要这样讲 也有人说那宋楚瑜来当行政院长 那是不是应该也用大联合政府 那宋楚瑜就应该 他的行政专才也不错 那就应该把他放在这个行政院长位置 不是嘛 所以你要告诉大家说 立法院的这个秘书长的这个位置 看起来很重要 因为他总管所有的秘书 还有所谓的行政业务 那看起来 不要忘了还要采购案 实权 那为什么要给这个林志佳 现在看起来的消息是说 那柯建明在这边建议 那我觉得这个条件理由有点担保 林志佳是这个柯建明派去监军的 在立法院院长旁边 是坚军的吗 我是觉得 我觉得当然是人事权 是院长自己人事权 但是立法院秘书长 这个职务 其实缩大不大 其实缩小 可以影响的范围还真不少 所以而且很多日常的事务 是立法院秘书长在主持 其实院长大概只管 政治上面的意识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人 他未来面临到很多各党里面的一些 协调的时候 这个秘书长能不能震得住大家 我觉得这也是要观察的一点 那更何况你说找林志佳 呼应进来 他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然后他说他已经离开立法院 好像有一段时间不当立委了 他对于现在的政治生态 能不能掌握得好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奇怪的人事布局吗 有点奇怪 有点奇特 不是奇怪 有点奇特的人事布局 特别是又给刚刚解散台联秘书长 那这个东间 有没有去拉拢一些李登辉 旧势力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可以慢慢来做观察 那徐衡你的看法呢 没有整个人就分一点给台联吗 也不是啦 就是这样吗 我讲一下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永远都比较奇怪 就是法律没有规定林志佳 以后不能加入民进党 当然是 对啊 那法律没有规定说 我现在给这个人 他一辈子都是台联的吗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代议式的职务 我觉得 其实目前看起来 给林志佳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尊重 不管是议长或是议长听从总召的建议权 至少他目前看起来是好的 至少目前看起来林志佳 还不是民进党的 就是你整组连行政体系都吃掉 但我也不反对 其实坦白讲 我有几个直觉的看法 就第一个 你完全执政就是要整碗捧去 不然你干嘛 你留一点给别人吃 那我投票给你不是这个意思 那再来就是像国民党插个嘴 选输就是要斗争 不然呢 那你选输就大家在那边 熟熟熟 大家相认为国 我觉得这都违反政治的 真的最根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其实不反对大家争完捧去 我也不反对 连秘书党都安排你自己的人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坦白讲 莫忘王金平的林习三 林习三出问题 我们会怪王金平 为什么你找的人 然后严格来讲 他也算你同党了 可是那万一 好希望这个林佳不会骂我 万一林佳出问题 那你现在到底要怪柯种招 你还是要怪这个苏家权 那两个东西会有权责分配的问题 当然要怪苏家权嘛 对 他用人啊 他大比一批 他用人啊 对不对 这是一个政治任命 我是觉得说他本来这个职务上就没有特别特别的这个限制 我想主要的 我看到的消息是说他也担任过十几年的立法委员 那事实上他在台南当秘书长 或者说他过去的政治经历 那基本上他当台南秘书长的时候 其实他跟苏家权担任民进党秘书长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曾经都有接触过 那大概苏家权也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案 这个人事案 基本上林志佳他跟他还在交往的经验 那为什么是科学民才建议 其实我觉得谁建议不重要 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格 或者说可不可以 那我相信苏家权依他的政治经历 我想他也可以做一个判断 那这是他任命的 当然这个苏院长他就必须要去负责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其实他们本来在考量 那另外一个人陈景俊 我觉得也很适合 因为他也当过行政院的秘书长 他也在立法院待过 行政立法都熟 对我也觉得他其实还蛮适合的 那我也不觉得说 那为什么是林志佳 为什么不是陈景俊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刚刚讲 那你那个框架 你的标准是什么 那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不是他 那当然现在他已经用了 他就必须要全权负责 是值得观察 是所以人事布局没有拐袜旁 引来这些大家讨论一下说 为什么是林志佳 那为什么不是别人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大家看看 欢迎回到大家看看 立法院长确定之后 接下来蔡英文要伤脑筋的 那就是内阁人士了 昨天晚上蔡英文办公室的发布的新闻稿 宣布任命 吴钊燮林权还有林习耀 来担任政权交接小组的共同召集人 以让这三个人再度的成为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当中林权 外传就是蔡英文属意的行政院长的人选 到底是不是他呢 但是那个党中央表示说 现在讲这个还演之过早 请看VCR 旅次被记者追问是不是蔡英文的心格魁林权总是这样低调 但消息却传个没完 尤其礼拜二晚上蔡英文办公室发出新闻稿宣布 蔡英文任命吴钊燮林权和林喜耀三人为政权交接小组共同召集人 过年后将和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泉正式会面 更让外界增添想象空间 回顾2000年政党轮替 前总统陈水扁上任前任命张俊雄担任政权交接小组召集人 520后张俊雄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之后被任命为行政院长接替唐飞组阁 而林权向来是蔡英文倚重的政策幕僚 曾经担任财政部长的他从副首到行政院长屡次被点名 而过去担任驻美代表总统府副秘书长的吴钊燮 和曾经出任政务委员的林喜耀 也分别传出可能出任国安会秘书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我想这种猜测是猜得太远想得太远 那我们刚刚选后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交接的工作 未来新政府的人士其实不必然跟现在的交接物一定会要有关系 而且他们三位分别代表党部 进总以及这个我们的智库 智库也包含了这个政策上的功能 那我想这一切是希望交接的业务顺利 这人士的考量我们想现在还言之过早 尽管党中央否认但话也没说死 新政府筹组期间一点点风吹草动都是关注焦点 好没有错这个蔡英文的任命是这个民进党的秘书长吴钊燮 还有民进党智库的执行长林权 以及民进党的前秘书长林习耀来当这个政权交接小组的共同召集人 外界认为这三个人一定是未来是新政府重用的人马 有潜力可循 不过在这个时候林权说很抱歉我没幸福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 金兰姐 我认识林权非常非常久 他1995年在陈水扁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当财政局长 那过程当中还有所谓离婚再娶他办公室助理 那等等等等 我要这样讲原因是真的是一路以来就 林权有他非常好的形象 包括陈水扁当这个总统以后也重用他当财政部长 所以一路上以来都非常清楚 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现象叫做我必须讲叫族群融合 或是民党用人为财 因为他们都是台湾本省精英 包括这个蔡英文 我私底下有跟他聊天过 谈到所谓族群融合这一块 他就讲到林权 他说林权的妈妈现在八九十岁还住在村子里面 那林权的妈妈对于林权去帮蔡英文一路帮民进党这件事情 其实在村子里面有很大的压力 那这个事情林权有跟蔡英文讲 那我要讲这一段就知道说 这个过程林权对于所谓一定特定族权 深蓝族群里面 或是我们如果住人眷村就很清楚 那那个去帮民党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压力 那深得民党的这些人的后爱 包括陈水扁的后爱 或是包括蔡英文的后爱 这一点也应该很清楚 那才有可能1995年到现在2016年将近20年的时间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的去帮民党去壮大 那以至于现在看起来 如果蔡英文用林权当这个行政院长 我觉得是他第一人选 因为从他2012落败以后 他成立了那个新境界基金会 还有小银基金会 他只要打开他的那个名单 大概都有林权 那去年应该是2014年 他也去了一趟中国大陆 所以这里面没有极度的信任 是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让他去中国大陆走一趟 那所以以这个蔡英文的执政 或是他的政策牌皮书 他是草拟人 那他最清楚 如果百日 可是他偏偏他说没有兴趣 对你听我讲 如果百日三个月内要有成绩 要有有感 像立法院给民众有感 非林权不可吗 我觉得啦 我觉得他在这个优先顺序上 必须要让大家看到成绩 这个压力非常大 他可能需要林权 非林权不可 那可是我也理解 在绿营里面 在政坛里面 新闻圈里面一直在讲一件事 其实林权已经无心政坛 他其实在上市上柜的独立董事 这一块 他其实一年有几千万的收入 那其实他包括何美越 也是财经专家 那以前也被陈水扁任用 像这一块 他们也在上市上柜 大概都有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他需不需要来躺这趟浑水 然后进立法院 被这个好像是三娘教子 还后在这边指指点点 然后在这边鞠躬哈腰 因为看到过去 不管是陈水扁任内 不管是马英九任内 第一任行政院长 大概不到一年 就腰折 那个耗损率非常快 所以林权其实非常了解这个情况 当然当然 我刚刚讲了嘛 他从1995年 跟着陈水扁在台北市 然后再进总统 他当了总统以后 跟着再进财政部 那一路上 他非常清楚政治这一块 那他也有他的专业 那他的操守 应该相对也让 陈水扁跟蔡英文福气跟信任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考核 那当然现在我看到的整个台面上 当然曾经也传过说林信仪 因为要拼经济为最优先考量 那可是我认为林权会是他第一考量 那现在就看林权愿不愿意 不可能吧 因为你不是说他读懂 读懂 然后又千万牺牲会很大 怎么可能会 牺牲会很大 还有家庭 没有 他会牺牲很大 他就会牺牲很大 而且你做这个行政院 基本上已经没有个人的生活 而且不但没有个人的这个 公领域的生活 私生活就不会完全 太太阳光下来看了 然后再来 我觉得这个 其实过去16年的经历 我不要讲8年了 16年的经历来看 这个行政院长责存率最高的 你看马鑫九第一任两个 第二任第四个了 那不要说成为免时期 也是换六七个 平均一年一年多一点点 所以你对于有些 想要做事的人 你说才一年多时间 能做事情太少了 你知道接任 而且还背负骂 对 然后接任行政院长 前三个月基本上 是了解通盘状况 而且什么时候 会伸出一些随即的状况 然后一些突发事件 都很难讲 所以我觉得 这个蔡英文要找林权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通常他会找一个 跟自己默契最好的人 其实我虽然 这个站在我的立场 其实我希望林权是接 因为去对蔡英文来说 一个对他有默契 然后知道蔡英文在想什么 然后这个做事 彼此也知道你的做事方法 然后沟通是有效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过去几次 从以前到现在 行政院长跟总统 最大的问题是沟通出问题 你讲的话 到底我会有没有在懂 有没有在听 那会不会有自己的意志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林权可以服众 因为他的 我刚刚讲他备份购 在民党里面 他不管谁 可能都很清楚 他的自己的专业 还有我刚刚讲 一路从1995到现在 2016不离不弃 那不管你洛杉 还是你有好 他都在旁边 那提供他的专业 我觉得他 如果带一个团队 除了蔡英文信任 那整个那个团队里面 他可以服众 他也继续授权 其实主要还是这20年来林权 他本身 他本身的论资排辈 他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他不适当 但是千万读懂 这个怎么可能会 我想这个 这个对 这个对一个人来讲 有时候那个不是最主要 是责任对不对 民进党 民进党也从来没有过 这次有机会完全执政 习恒应该有创意人选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 我们不如回到最逆推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这个蔡英文会找林权 当他的隔魁 除了刚刚讲的长期合作 或者是以前很信任之外 有一个问题是 台湾根本的原因 是在接下来五年到十年 我们面对的是很大的 GDP走低 全球的经济问题 所以你应该要有财经背景 你的隔魁要有财经背景 所以在逆推回来 中间其实除了林权之外 人家还讲过那个林权益 那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跟民进党合作过 有财经背景的人 所以一路推来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状况 创意解决不了 他有两大问题 第一个是你要有财经背景 因为我们接下来面对的 就是财经问题 再来就是 那这个蔡英文要信任 所以现在同时符合 这两个条件的人选 其实真的不多 那原先更别忘了 我们原先有提过 另外一个很快被打枪的 叫彭怀南 也是财经背景 也是蔡英文 他要嘛现在要嘛很 很尊崇 就是很尊崇 可是两 就是林权自己有讲过 他不太愿意再入阁了 然后彭怀南说 这是我生涯的 公职生涯的最后一任 那现在 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碎之后 难道是林权益吗 这个其实没有人知道 因为林权益据说从越南 好像又回到台湾了 那可是我们只能讲是 目前开出来 对台湾的把卖的药方 应该是要有金融财经背景 又跟蔡英文或是民进党 有互信合作的关系 所以这个条件开出来 真的人选不多 是 我觉得你讲到经济 我想到一个问题 最近有个中资要投资 台湾的IC设计业 这个民进党之前一直在挡 那现在执政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去 因为经济部已经在催了 我想这样的议题 当然外界如果争议性很高的话 新的国会如果说认为 对这个案件 大家也可以来讨论 比如说我们其实在之前 在讨论这个福帽跟货帽的时候 大家在讲那个黑箱的过程 那现在又认为说 新的国会其实两岸监督条例 也要先来处理 那对这样子的一个 中资的一个投资案 那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到底要再怎么样子的一个架构下去 讨论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可以来做一个讨论的 那我想最主要现在的 我们那个新国会 你如果给他做这个民调 去了解 其实他现在大家会比较期待 也是要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 我想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633的跳票 这个造成这个人民很大的 因为我觉得红色供应链的威胁 也是刚刚你这个要看一下 对 我记得那个童子贤 在差不多两三个月前就讲说 他不担心红色供应链 因为只要你自己维持一个技术的领先幅度的话 红色供应链对他来说是一种威胁没有错 但是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领先 那再来谈到这个中资入 这IC设计的事情 那好像之前在选战期间的时候 很多的主要候选人都说他反对嘛 包括朱立伦啊宋楚瑜啊都说他反对 但是当时的那个老板 联发科的老板就说 他事实上好像他希望能够跟中资来做一些合作 所以我觉得以后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也许政府还有一些民意认为 我们的产业要想办法跟中资画一条防火墙 然后不要有过度的中资进入我们的产业里面 但是我们自己产业的拥有者 产业的老板他必须拥抱市场 所以这未来是一个决策的两难 你就看像张忠摩 现在这个晶圆厂去南京设厂 他也是努力了很久 跟政府机关也好 甚至跟对岸也好 其实沟通了很久 也就是说怎么样在取得自己技术的领先 这个前提之下 但是又能够跟大市场做一些拥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吊诡的问题 那更况那有些许的专家说 那你为什么这个 你要一定要走中国市场 不去其他地方呢 问题是人家中国市场就在成长中的市场 一个成长中的市场就在你隔壁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去跟他去做一些连结 那我们再拿南韩的例子 大家记得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两岸开始一些直行 这些很多的合作 那时候南韩的产业界说 他最怕叫做拆腕 CHITWN 就拆腕 就是中国跟台湾连结 在产业上连结 他最怕是拆腕 但是这几年我们的步伐有点乱了 但反而南韩把中国大陆 视为他第二个国内市场 他的南韩产品 在大陆的市占率节节高升 那相反台湾的产品在大陆节节下降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 一来一往之间 南韩跟我们的经济 就会出现一个差别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总统 或是未来的经济的角色者 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思维角色 就是说我要如何去选择 我的主要marking在哪里 然后我怎么样去做产业合作 那你说东南亚没有错 但东南亚不要忘记 他的政治影响力被北京深深的影响 特别是辽国跟缅甸 是 我们这个最近很多台北市民也看到 就感觉到说 那家谈20年来 这个过年前最塞的台北市 到底情况如何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最近这个台北市塞车很严重 出血痕有深刻体验 因为我这几天 每天都在抱怨的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台北市以前 其实这个时间点 要嘛返乡 要嘛送礼 然后要嘛去采办年货 固定的几个点 其实都会遇到塞车的问题 可是以前会有疏解之道 也就是譬如说我到南门市场 或是到东门市场 或者是去年货大街 你说看警察在那边指挥 然后尽量不要路边停车 但因为种种的原因 第一个 今年在今天以前 我们在街头交通警察指挥的 见景率非常非常低 因为柯文哲认为这不是警察的工作 所以这个拉掉了 那今天他说要恢复 再来就是台北市在这几个月 忽然间出现了大量的施工 那大量的施工 又是跟这个柯市长的愿景有关 就是三重三横 他把三个主要的干道呢 缩减他的车道 然后增加了一线人行道 人行道上面盖了是自行车道 听起来很复杂对不对 但总之就是他认为自行车不错 那可以常常骑 可是有个问题 那当你少了一线车道 那你就知道 我车子能够通过的数量就会减少 但他的目的是说你去坐捷运 你去扫车道 你骑脚踏车 或者他可能让我在地上爬 但不管 就是对 我也同意坐捷运 可是别忘了 捷运不是到你家公司门口 那个我还是要从捷运这个点 到下一个点 或是走路 可是现在塞车的状况严重到 就是我从捷运这个点到下一个点 也塞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对台北市民来讲 第一个 我们坐那么多的自行车专用道 真的有意义吗 第二个 在这种时刻 塞车是真的无解 或是你过去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个 请问替代方案跟警察的指挥 到底要不要出现 我觉得对民众而言 就是我们已经为这个塞车所苦 每天要多花很多时间 我重新一下 这个柯文哲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不是叫iVoting吗 他做自行车道之前 有没有经过一个iVoting的程序 然后大家知不知道 他做自行车道是为什么 那应见不远 郝龙斌刚刚上任的时候 你不是要举你自己的例子吗 对 我昨天从这个 从这个华市 就是年纪这边开车回到天母 花了接近快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我们从台北 如果做飞机的话 上海已经到了 那高铁的话 高雄已经到了 那大家这么多的时间 就浪费在这个道路上 我觉得是个落后城市 落后国家的象征 那所以 之前郝龙斌也说 也有做过自行车道 后来说使用不张 敦化北路 敦化北路 就花6000万来来回 就6000多万的 这名指名高 所以柯文哲这样做 告诉我们到底要为什么 他好像有一个自行车的大赛 要在台湾办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那这个措施使得现在看起来什么三重三横 我必须要因为长期跑台北市正 对于台北市的交通其实也蛮有感 那这个台北市的交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好像也没看到 就其实年货大街之前都有年货大街的公车 也就是他会载送你 他会大量的记者开个记者会 比如说今天 接驳车 对对对 那你就不用自己开车 那你就搭年货大街的车 可是知情人是因为要办年货才塞的吗 每年都有过年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有些措施好像好归 现在看起来客不随 那他在这里面有些变动 其实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有些时候 因为你的底层公务人员 你非常清楚那一套 那所谓的SOP来解决问题 可是现在看起来 柯市长好像都不太采进这些 那见底率这件事情 它是陈水扁时代 何国龙建议 然后最有效的这个措施 可是他在这里看起来 他觉得他像呆子一样 就放得起来